记者王心女台北报道,距离第二十九届金曲奖三日,入围最佳女歌手等六项大奖的阿妹张慧妹,却有知名DJ袁永兴批评严重失误的发文截图流出。 对此,今日代替张慧妹领奖的陈振川校主表示,有问题可以直接讲,下次有见面一定会问她,又不是不认识。 袁永兴曾担任过多次金曲奖评审,这次却在PTT被公布她在脸书写出阿妹这张有个严重失误的截图,甚至夸奖拉拉徐佳莹声线处理得相当好。 今日,张慧妹的经纪人陈振川现身2017年度十大专辑即十大单曲颁奖典礼时,她说,我觉得还好,音乐作品被公开又聆听, 本来就会有不同的意见,只是有问题可以直接讲。 而陈振川之前曾在脸书提到觉得张慧妹运气不好,今日则说校主说,这么多年拜拜,幸运舞都背过了啦,都没有用。 对于六小入围奖项,陈振川校说,还是想要全得到。 张慧妹,资料找,记者陈一宽社。